現在我們要把這個筆跡把它真的寫出來 因為剛剛我們只是把路徑貼進來而已 你貼進來它就是一個路徑 它並沒有真正的筆畫在上面 所以你看 我必須點到它 是不是才看得到 那我們在這邊需要用到一個濾鏡 這個濾鏡在 Effect 裡面 Generate 產生 有一個叫Strobe 這個功能就跟各位平常在 Photoshop 裡面 那個圖層樣式裡面的筆畫是一樣的功能 所以你這樣就知道 英文版的 Layer style 圖層樣式裡面那個筆畫叫什麼名稱的 所以呢我們來這裡 找到它 點到這個圖層 按下Effect Generate 最下面 倒數第三個 有沒有Strobe 這個就是筆畫 你把它按下去 有沒有感覺有一條白色寫出來 白色寫出來為什麼是白色的 看一下左上角這裡 因為它預設寫出來 就是白色的 在這裡 那寫出來的筆記的大小 現在是2 如果你要讓它寫粗一點 拉開 有沒有看到右手邊這裡就變粗了 就像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自己決定 像這樣 如果你不希望看到這個 剛剛 原本的 塗層的顏色 就在這個Panel style 有沒有跟我們之前簽名一簽名二一樣 告訴它麻煩你把我變透明了 這樣子呢 它就會自動忽略掉塗層的顏色 就恢復到你的簽 那個 筆記 只留下筆記這一塊 其他都變透明了 當然我們現在這樣還不是變動畫 因為呢 它有兩個屬性 可以來完成 就是在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star跟and 所以如果你想要 它開始寫字 你可以從and試看看 有沒有and拖延回來 這樣子有沒有就寫出去 對不對 而且你用這個方式有個好處就是說 因為你是用被子曲線去拉這個曲線 所以它相對是比較漂亮 比較漂亮 不會說就是 像我們第二個簽名的方式 你的筆記可能是 用筆刷去塗的 它可能在 平滑度上面 沒有像我們用語打吹的那麼好 所以我現在呢 只要把 and這個屬性 馬表打開就好了 所以我現在先檢查一下 時間軸 你可以把它拉開一點 你從下面做 從上面做其實都可以 如果我在上面做我把and先按下去 一開始我把它設成0 那我希望這個動作 寫到第4秒 好了 4秒鐘寫完 我就拉到後面來 把這個and變成100就好了 所以中間我的補間動畫有沒有寫字就出來了 這樣就出來了 所以其實它這個部分不難 這中間可能你會遇到一個情形就是 如果我沒有辦法一筆畫完成 我可能剛那個路徑可能是兩筆畫三筆畫甚至四個筆畫 可以嗎 其實是可以的 你如果有多個路徑的話 其實也OK 好 這裡 它會有這個選項 那我們先試看看好了 來 我在以拉吹的這裡 如果 這樣已經有一個我再來增加 比如說這樣寫完了之後 然後 然後畫兩個 這樣子 這樣一個 好 然後我把它 等一下 這樣一個 然後我再增加一個 拉一下 拉動一下 OK 這樣我有三個筆畫對不對 我把它全部框起來 這個時候我複製 我再把它貼過去 這個我先不要了 Mass1我把它刪掉 我重新貼進來 Ctrl加V 有沒有這樣三個一起進來 但是呢你預設的話 我們剛剛這樣做的 來這裡 Mask All 預設是這樣子 有沒有 像這樣子進來 那麼 你 如果說你只要某一個你可以從這裡去選擇 在這邊 我們現在是All嘛 你如果只要其中一個 比如說你要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 他就只針對這個做 那如果你要全部的路徑都一起加進來 你就把這個勾起來 那預設他還會 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就是怎麼樣 主筆 跟著行 如果這個沒有勾 三個筆畫會一起動 什麼意思呢 我們把這個勾掉 你看 我拉動時間走 你有沒有發現 三個筆畫一起在動 對不對 如果這個勾起來 他就會依照你的筆畫的順序 這個寫完是不是在寫這個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 你看一下這裡 現在一 就是誰 就是我們這個比較大的這個 二就是上面那個左邊的 眉毛 右邊的眉毛 如果你希望他先畫眉毛在寫下面 可不可以 可以喔 你只要把這個塗層的順序調整一下 你看我先把這個往下一拉 這裡有塗層順序的概念 這樣有沒有 先寫二再寫三再寫一 所以我們 看一下 先寫眉毛 是在畫這個 所以你的 書寫的順序是可以調整的 這樣會不會 所以其實 你用這個stroke 你會發現 好像 比我們之前 學第一個第二個 還有 以前的那種 A內建下那樣 好像這樣也很簡單 對不對 不見得要很複雜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就把它做上去就好 那待會我們再看 就是 如果你的筆 要跟著跟上去 那你要發光 怎麼做 好不好